有朋友问我说黄老师我要在美国注册公司持有房产 我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州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还真的挺有讲究的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 我在美国休斯顿向你问好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你会知道在美国你做房地产投资 为了对你的财产有最好的保护 你最好是在美国注册公司 尤其是 LLC来持有你的投资房 持有你的出租房 那么你知道美国有50个州 每个州它是独立的来注册公司的 那所以就涉及到说 我应该把我的公司注册在哪个州是最好的 那么好呢 这个问题首先的一个答案就在于 你的出租房位于哪个州 你就需要在那个州注册一个 LLC来持有它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呢 你需要在这个州注册 你才能用这个公司持有房产 如果你在其他的州注册了公司 比方说你在特拉华注册了一家公司 你在德克萨斯来持有房产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够遇到法律诉讼 你遇到诉讼的情况下呢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从原则上讲 你在德州有房子 你就应该在德州注册LC来持有 你在加州有就在加州注册 在佛罗里达有就在佛罗里达注册 哪个州有就应该在那个州注册LC来持有 那好了 假设说你在三个州都有 我们说德州 佛罗里达 加州 你都有 那你有三个LC 分别持有这三个州的房产 那这三个LC呢 你可以让它全部由同一个控股公司来持有 这个控股公司 一般我们建议注册到特拉华 或者是怀俄明 或者是内华达这三个州 为什么是这三个州呢 因为这三个州从它的法律上讲 是可以做到你的公司的实际的操控人隐形 也就是说你能够最大程度的匿名来持有所有这些房产 怎么做到呢 就是你一开始在刚才咱们说的特拉华 坏尔明和内华达 注册一个Coding LLC 叫控股公司 注册控股公司的时候 有一个manager经理 用它的名字去注册 注册好了之后呢 这个经理辞职并且把经理的这个位置呢让给你 那么在州政府去注册的时候 登记在册的经理是谁呀 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代理人 他去注册的 那么注册好了以后登记在册是他名字 但是更名是不需要你再到政府那边去更名的 这是你公司内部的一个事务 所以这是这三个州呢他允许的事情 在其他的州你如果是这个manager更名的话 你必须在州政府那边呢去登记 所以呢别人一查就知道啊 这个公司是你持有的 那么如果你把你的控股公司注册在 刚才咱们说的这三个州呢 就有办法做到有一道防火墙 没有人知道谁实际在操纵这个公司 他去查政府那边的记录也只能查到 刚才咱们说的你的那个代理人 然后你用你的这个控股公司呢 去持有刚才你说的 刚才咱们说的那三个州的LLC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结构 你看如果有人他去查你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公司 会发现佛罗里达这个公司的成员是谁呢 是你在怀罗明州的这个控股公司 那他再去查这个控股公司又查到谁呢 他的这个经理呢 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代理人 他能查到你吗 他查不到你的 这就形成了匿名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如果你追求你的财产的保护最大化呢 应该做到每一个你的房产都有独立的一个LLC来持有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就在于如果你遭遇到诉讼的情况下呢 他影响到的只是你这一家LLC 他所持有的房产 他不影响其他多家 比方说你有十个LLC 其中一个LLC出事了 另外九个受影响吧 另外九个是不受影响的 假如说你同样十套房 全放在一个LLC下面 那你一起案子出了问题了 那么别人一看 你这个LLC有这么多财产 好我把你这个财产都拿过来来赔付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原告啊 他去诉讼的时候 看到你名下有这么多的财产 好他就盯上你了 他就想方设法的 要把你这个钱拿来去赔偿他 但是如果说你一个LLC下面只有一个房产的话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哪怕真的出了问题 你也损失的是这一套房 而不是那所有十套房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你在美国注册公司来持有你的房产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样的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了 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以及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问题 我包括还之前讲过Land Trust 土地信托 怎么把Land Trust和LLC结合起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那么这些更详细的内容呢 你可以到我的知识星球绝金美国 来向我提问 我也会在那里分享更多的信息 请继续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绝金 我会跟大家持续的分享 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谢谢 再见